好 耶旦跟元旦假期就快到了 是不是也常常计划好要出国 结果太忙了 有时候来不及赶三点半 去银行兑换外币 有业者发现了借骨换汇的商机 所以超商推出了换汇的服务 还能够双向去兑换美元 日元跟人民币三种币别 而且特别的是 24小时都不打烊 不论是来晚现煮汤面 还是半年货 超商服务包山包海 现在连出国商机也不放过 万能的超商现在连换外币也可以 只要带着你的身份证还有现金 来到超商的ATM就可以换日元 而且不收手续费 你没听错超商就能换汇 扫描身份证或护照后 就能拿台币兑换日元人民币或美金 甚至也能反过来拿外币换台币 重点是24小时不打烊 像我最近就要去日本 所以我就跟他下来下楼就直接马上换好日币 很方便啊 柜台有时候人很多 选在观光客爆满的迪化街市水温 超商的外汇ATM依照星光银行排告价 你问手续费零元赚投在哪 原来八成换汇的人都会买杯咖啡或消费 业者也能靠大量交易赚汇茶 来台旅客的观光的旺季 那所以我们也预估在12月的时候 会有一波换汇的需求 要抢这股懒人换汇商机 玉山营也把外币ATM进驻到五间加勒福 中信银抢进十家小七门市 但只提供日币兑换 还有易银除了广设40台ATM 还加码祭出好康 以易银的客户为例 美金可以享有五分的优惠 也就是说每提领一千块的美金 则可以省下一杯咖啡的钱 搭配APP汇率下跌 还能通知你快来换汇 让民众省荷包省时间成为最大赢家 东森 财经新闻 刘志科网民 台北采访报导